这一栋大厦总计20多户 一坪大约50万上下 一户买起来相当惊人 店面金额价更高 但付了钱后小心陷阱 买了房子之后 你还要取得土地和建物的权状腾本 否则你只是借住而已 住宅内部豪华内装曝光 客厅摆设高档家具 民众杂钱开心买房 每个角落精心布置 只是钱付出去人住进来 没有过户全都是白搭 这权状上头没有你的名字 等于说这个房子的产权 并非你所有 到时候整个房子的家具 还有摆设全部都要被扫地出门 翻开来看里头密密麻麻 眼力不好的 似乎还要出动放大镜才看得清 除了看看地号对不对 所有权人当然就是你自己 不动产麻卖都是以登记为主 所以主要还是确认说 所有权人是不是自己的名字 什么时机点可以过户 预售屋的话分阶段付费 几付现金尽管没贷款 建商必须提供履约保证 购买新城屋缴的头期款 银行核准贷款后就会先过户 现在都会有履约保证 那通常都是等所有期款 都到履保账户的时候 才会做过户 过户之前防止陷阱 同社区的实际登陆交易 金额也得看仔细 必要附在我们那个 不动产说明书里面 近三个月来的成交行情 也避免说他买贵了 或是他买的不是行情内的价格 预售屋新城屋过户成功了 才是代表百分之百拥有房 而并非像发生在台中杀戮 一屋多卖的案例 搞得像在抢流水席座位 先抢先赢 买房花的是辛苦钱 不能被一时冲动 或者因为卖方隐瞒 以为付了大笔银子 就能安安稳稳住进房子 搞到最后还得走法院 被告侵占官司 东森新闻 蔡林汉 陈志辉 台中报导 由南汉 陈志辉 台中杀户 小堤 wise字边